Lisa在補掉对方的詹莉亚 看下后续的这个输出 大招直接开出来 光子平常 怎么样 效果还不错 在收掉对方的Hyppy 后续的伤害也给的非常多 但是这选先也很残 这个时候就能起点出来 早早把点位占下来的加持了 力武 你你乱留 Hyppy 大招没有出来 直接被秒杀 这个秒杀的对方 因为乌鸦还没有胜 想要保小神小的 没有把他保住 Lisa直接把石头砸在对面的脸上 这部团战已经进入了残局阶段 我们看下这部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因为这个时候续航和粉丝非常差 Cyber3想要找一个雪猫 回一下自己的状态 直接过了减 这一波非常快速 Hyppy 大招直接被打断 我们看到应用队还是想打小房间的任务 离开 不离其他开大罪王 离开已经在开心 有剩这一波可能要交掉了 没有任务点吗 而且场面上的话 应用队是被打退了 收 在刚好引力乱流 这几两两会被剩counter 但是场上所剩的包子人员 所剩无几 Hyppy拉起了莫拉兰 莫拉兰是现在队伍不多的希望 对的 我们看一下这一波激活的高能炸点 飞准快离开还在杀 你两个带点 A哥哥也被杀掉 在赵罗马的后排 这是什么 离开在对面后排 驰骋 Cyber2个人把对面所有人 赶下了乌斯卡的冰湖 拉扯 拉扯解读局面 然后选择板空 马利普的一个阵亡可能 进攻的心靠 对的 两边的棋子都摇起来 但是离开的这个输出 好像让对面的正面 有点站不太住 又是一个进到平中 没有也准备就去 但是可以很好的凑下来 而上海龙之队 这一波也没有反打的资本 手上扣了一个胜 是的 连环于猪中猪下 三个某点 压力非常的大 离开换成裂空 起火效率相当之高 Ruxia跳上来就被打掉 只剩下费的费的一个人 逃不了 逃不了 那上海龙之队可能第一张小厨 应该能拿下 是 拿不下 上海龙选择先解读一下对方的落位 慢慢的入场 进步的这个入场 两套 直接把对方的后排全部哄残带走 是的 非常有经验的成熟猎人 找到了对面要进攻的位置 车波起火打得很快 反而是上海龙之队 他们的这一个双短 启动剑 那个 剑没有 哦 进了 训练了对方两个人 但是上海已经是打不到对方的后排 我们看一下醉波赶下二楼 莫尔哥的一个清了瓶 又是人到人群里面 现在没有死的单位 身上还有静调的字样 是的 炸开了花 这一波静调品拯救了成熟猎人 她是想要小房间直接打的 因为有球对面没有低瓦 不好吸 而且保住死神肉搏能力是比较强的 是的 看一下这波跳上来 嘎嘎主动摇 有点射局的味道 起脸起脸 现在什么都交出来 直接跳到后排 快点危险 先炸 直接把一单给拍死了 再找到 还有吗 还有 还有 这连招 嘎嘎自己虽然死掉 但是换掉了对面三个单位 而且 排好后排 物保能力比较的强 不过上龙队资源非常的多 不利 这一波 杀掉对方的后排 想想他 再来 激活来了 这就是激活 对 其实 柯蕾蕾刚才的那波级 穿上去吧 因为他那个位置 有点危险 正面只加一个盾 好像也没上 其后的星雅好热 巡视皇家 这个炸弹 把傻宝宝给炸了一下 我们看到嘎嘎铺的位置 是有点靠前 但是DM也被抓到 没有吃到任何的资源 是的 抢掉他 这个时候敌转胜 这队友们好像死的有点多 对的 这个神 看起来只能保着 DG跟往后撤 好 找到了机会 来看一下 力尔夫手上一个炸弹 但他们选择了回头 接一跑 队友为主 还果然接住了 其实今天 特杜猎人的一个方阵指示 非常的好 因为他们知道上海龙 是没有资源 能够给到费特的 对的 这波只要回头接费特 你必死了 是的 这一波 小房间的一个门铃 逼推一下对方的位置 离中点快了 但是对方这波反场 马上有事 马上有事 对的 他跑住 莫德雪仙很低 但是大招也打了出来 赶紧开 因为前段已经有很多 冰死的队友 是的 有核挂火 的一波 亚马车推到终点时间 还是很亮 分 正面战线 菲德雪仙也很低 而莫克斯 对位击杀的 那上海龙现在是 那上海龙现在是 哦 两边都有在 人都上的扑 这都是一个位置 是的 菲特马上有自己 DJG要扑吗 在上一张 不是扑了 再队友也没了 李杰公想要去踩车 想要去拉人 但是这两件事情 他只能选择一件 甚至都没能完成 那上海龙今天 是一场胜利的 无法拿到 我们恭喜成都猎人3比0拿下 好 wol 五 五 五 感谢观看